弟弟眼高手低 看不上薪水只有几千的工作 一心想着创业暴富 他偷走我的存款去赌 赌书后愿我莫本事 莫能给他更多的钱 他毁了我的婚姻后 指责我脑子有问题 不去棒有钱人走捷径 我告诉爸妈 他们把弟弟养歪了 爸妈指责我没当好这个姐姐 弟弟自此恨上我 为了搞钱 他杀姐骗宝 我重生后醒来 弟弟正喝酒吹嘘 这次我肯定能赚大钱 我冷笑吹捧 是吗 那你加油 咦 这一次我看准了 就投负赈基金 投一万 一个月就能够赚两千 那我投十万 一个月不就是赚两万 弟弟说激动了 把酒杯拍在桌上 得意洋洋 这一次 我肯定能赚大钱 听着熟悉的话 我眨了眨眼 才确定 自己是真的重生了呀 钱是 附赈基金的推销人员 铺满了整个县 我下楼六个弯 都能听小区大爷 讨论这个基金 意识到 爸妈常年都不靠谱 我特地回家提醒了他们 还被弟弟好一顿 鼻翼嘲讽 他骂 有钱 都赚不上热乎的 姐姐 活该你穷 爸妈帮着弟弟说我 他们狠狠伤了我的心 那时 我也是见 顾念着他们是我的家人 多次上门圈说阻止 好赖事 莫让弟弟投钱 后来 附赈基金爆雷 老板圈钱逃走了 只留下一堆被警察控制的推销人员 亲戚朋友哭诉崩溃的时候 弟弟发朋友圈炫耀 他说自己是天命之子 活该逃过一几 弟弟太过嚣张 结果走夜路被打 受伤住院 我却探望 爸妈指着我的鼻子骂 骂我没有劝住弟弟 害得他被人欺负 二 现在 重生后回来的我 听着弟弟熟悉的话 这一次 我肯定能赚大钱 我心中冷笑 面上吹捧 是吗 那你加油 这一次 姐你倒是不蠢了 很好 有前途 她对着我 轻挑的挑了挑眉毛 那姐 你把你手上的存款 都交给我吧 等我赚了分你点 姐 不是我说你 你学历不高 嫁得老公也就那样 这辈子是陌生魔出息了 但你还有我这个弟弟 你要是聪明就听我的话 把你的房子底押换钱 弟弟带着你呀 赚笔大的 听着这种话 我没忍住 直接笑了起来 哈哈 大概是笑得太大声 肚子都疼了 弟弟敏感 拍桌怒问 你什么意思 瞧不起我呀 对呀 我当然瞧不起你了 但这话我肯定不会只说 而是开始劝爸妈 爸妈 你们听到弟弟说的了没 快去把房子抵押了 弟弟要带着 你们发财 这话一出 屋里三人都沉默了 爸妈大惊失色 弟弟面露犹豫 他很是不舍 爸爸说 这房子 我们还要住 妈妈附和 对呀 要是有个万一 弟弟像是只被踩到痛脚的吼 在他跳起之前 我比弟弟还激动 猛的一番劝说 话里话外 简直是要把弟弟吹捧到天上 夸得弟弟整个人的骨头都酥了 最后 不管爸妈同不同意 我早走人了 三 我回到自己家 看到老公正在做饭 他看到我 微微笑了一下 我老公笑起来 可真好看啊 他脸色红润 头发有黑有光泽 远远不是那个躺在病床上 绝望无助的病人 突然 妈妈 女儿拿着张满分饰卷 朝着我跑了过来 妈妈 这次我考了一百 酸色浮上心头 我隐忍着眼泪抱起了女儿 将她紧紧抱在怀里 阿元真厉害 妈妈最喜欢阿元了 女儿是小天使 她察觉到了 我情绪上的不对劲 主动抱住了我 妈妈不哭 阿元保护你 听到这话 逗大的泪珠从眼狡猾下 我沉声硬着 四 我害怕自己这副样子 吓到丈夫跟女儿 躲到厕所收敛情绪 前世 弟弟染上毒瘾后 欠了一屁股债 爸妈闯进 我家喜结一空 他们把我的存款 根植前物品 全部带走 丈夫想要报警 是我阻止了他 因为我蠢 我太顾念着爸妈跟弟弟了 我回家去问他们了 挨了一毒打根鼠楼 压根莫拿回钱 回到家 我看到倒地的丈夫 他的脸上都是血 他得挨了 需要很多钱治病 我借遍了亲朋好友 做了三份兼职 但手上的钱远远不够丈夫的病情 那时 弟弟突然给我送钱 说替我照看女儿 在我心为弟弟会体谅人的时候 他竟然给我介绍了几个年纪大的有钱男人 他以我女儿为威胁 逼我去相亲 我不肯去 弟弟骂我 你个蠢货 你到底有没有脑子 你要是傍上了有钱人 你能赚多少钱啊 你为慎魔不肯去 我还是不配合 女儿被虐打 弟弟拍下照片 发我以做威胁 我的丈夫不知道从哪里知道了这个消息 从医院跑出去找弟弟算账 却被车子撞死了 后来弟弟设计杀我 他说把女儿卖到了乡下 我匆匆赶过去 被人用刀子活活刺死 死后 我的灵魂久久不散 知道了弟弟的阴谋 看到他发我的死人财 看着他得意洋洋 看着他说话算话 把我女儿卖到了乡下 收敛完前世的记忆 我抬起头 看着镜中的自己 觉得镜子里的这个人是 那磨得可恶 那磨得过分 我狠狠打了自己鸡巴掌 脸颊红肿起来 但我半点不在乎 我看着镜子中的自己 表情阴狠 满脸恨意 我呀 是从地狱里重新爬回来的魔鬼 我 我收拾整合了家里的钱 置办了一张新的银行卡 把家里存款 全部存在里面 又在市区银行租了个保险柜 将柜重财物保存 我又等了两天 亲戚打电话给我 要我劝劝爸妈 因为 他们真的把房子抵押给阴行了 我面上说着好 转头就带着女儿 去商场买买买 阿元 你看看这个好不好 阿元 妈妈给你买件裙子吧 这个好吃 妈妈给你买一个 女儿一直在摇头 她格外懂事 一直拒绝着我的买买买 因为买多了 我甚至听到她说 妈妈 不要买 阿元够用了 我们省一点钱 我觉得格外心塞 前世的我瞎了眼 被猪油蒙了心 有钱都贴不给娘家 我自己节衣缩食也就算了 还害得女儿吃苦 我真的罪该万死 补偿的心思上来 我安慰女儿 自己有钱有存款 带着女儿个重大买特买 完了整整一天 当我们回到家 她已经熟睡了 看着女儿甜甜的睡颜 我的内心感受到一种特别的满足 原本 这该是多么美好的一天 可惜啊 家里有不速之客 六 妈妈翻着我跟老公的衣柜 跟以前无数次一样 挑弟弟能穿的衣服 她边挑边说 看你乱花钱 一点也不知道节约 把钱省给你弟弟买房多好 爸爸跟弟弟的鞋 踩在我的白色羊绒地毯上 两人抽着烟 烟灰跟脚印 弄脏了那纯洁的白 我没好气地把妈妈脱出来 将自己跟老公的衣服放回去 张口就说 没有是墨是翻东西 不问自取是围头 有头看着流氓样的弟弟 笑 就那磨穷啊 连衣服都要拿你姐夫的 呵 星期朋友知道 你这副鬼样吗 弟弟自尊心向来很低 一点都受不得机 气得跳起 撸起袖子 一副要打人的模样 把妈及时拦住 因为他们今天是来借钱的 虽然他们借过的钱从墨海过 弟弟嚣张 行了 我个大男人 不跟你这种女的计较 借我五十万 有钱了就喊你 姐我劝你对我态度好一点 等以后我发达了 你再来舔我 我都不搭理你 爸妈催促起来 一脸的理所应当 我笑 手上墨纳磨多现金 还有你之前借了我二十七万 肾磨时候悬 弟弟气得踹倒椅子 指着我的鼻子骂 都说了我要发达了 你是不是耳聋 你这重穷鬼懂不懂啊 这磨好的发财机会 你还不干净抓住 真的是猪都比你聪明 嗨二十七万 再等一段时间 老子连本带利 嗨你三十七万 我连忙拿出纸笔 写了借条 让他签字 弟弟本来是不想签的 但是他受不得机 我只不过随便刺激了下 他直接就签字了 爸爸本来还想来抢我借条 我说得快 妈妈疯狂骂我 骂完还吩咐我 明天去酿家做家务 点了一大桌子菜 彭腐我是他们的保姆 气 等他们完全离开后 我连忙进屋 果然 我跟老公最好的几件衣服 都没了 老公的衣服 估计是给弟弟 我的衣服 估计又是被亲妈 拿去送亲戚了 衣柜底下 那伪造的房产证 定期存款单据 还有一千块的现金 都没了 我看向门侧边的玩偶 那里的摄像头 彭腐在对我笑 突然女儿间叫起来 妈妈 我疼 呜呜呜 我疼 她跑过来拉我 我检查女儿的衣服 发现了她嫩白后背上的掐痕 跟烟头烫痕 那一瞬 我差点发疯 是谁 你外婆 外公 还是你舅舅 呜呜呜 外婆掐我 舅舅拿烟头烫我 女儿抱住了我 她哭得厉害 妈妈 我不喜欢外婆舅舅 不要她们来好不好 说完 女儿连忙反悔 一直道歉 生怕我发火 我自嘲起来 顿时就觉得自己很可笑 前世的我呀 就是那被封建思想驯化的奴隶 为酿家跟弟弟服务 没有自我 可怜又可恨 死过一次的我 抱着女儿 发誓班回应 好 妈妈答应你 爸 等女儿熟税后 我连夜打给了亲戚 对方接通 我开口就是哭 大伯 爸妈跟弟弟来找我 偷走了我好多东西 还把我房产证都给偷了呀 县里那 负贞基金 有问题 我有那线消息 我劝我弟弟 他非不听 我怎么办啊 我 盛摩 你借给弟弟钱 去投了那基金啊 那快点去找弟弟退呀 到时候 要连借条都没 弟弟肯定不会负责任的 大伯慌了 连忙挂了电话 我想 他大概连夜去找弟弟了 随后是小姨 三姑妈 二姨父 七叔公 喊二哥 这一个个 前世都借了弟弟钱 都被弟弟坑了 因为负贞基金爆雷 因为没有借条 他们最后一分钱 都莫能拿回来 最惨的是大伯 他借了五万后 才发现 我爸偷了他养老存折 等大伯去找我爸算账时 大伯养老金全被花光 气得中风身亡 秀 我连夜收拾行李 按照提前预定好的计划 连夜搬家 入住新租的房子 特地把房子低价出租 给本地跑外卖快递的 都是一群壮汉 我提前跟他们说明了麻烦 他们乐呵呵接受了 对于闹上门来的 爸妈早有应对 弟弟就是个废物戏狗 都不敢反抗 就被壮汉小哥们拖进了屋里 他们答应帮我女儿报仇 把我弟狠狠收拾了一读 我看到弟弟惨叫哀嚎的视频 笑得当天多吃了两碗饭 随后亲亲们疯狂寻找爸妈跟弟弟 逼着他们去附赈基金退钱 钱嘛 当然是退不了的 但是借条 爸妈他们就别想赖了 大概两个月后 政府基本正式爆垒 办公地点连夜 被搬空 除了本地被雇佣的工作人员 剩下的领导人早就离开了 我的熟人圈里 线上线下都是哀嚎生 有的把多年继续搭进去了 有的把养老金丢进去了 还有的 比如我弟 把全父身家都丢里面了 甚至还借钱投资 是 爸妈跟弟弟变成了丧家之犬 到处躲避 可为了要钱 弟弟跟爸妈又时不时去警局询问进程 而他们一进去就被拘留了 等我到警局的时候 爸妈跟弟弟他们狼狈地缩在一起 任由亲戚们指责 不敢反抗半句 五万 借款在这里 还钱 我这是两万 你快点还钱 别想逃 这是养老金啊 你们连养老金都戒 要不要脸啊 爸妈只能不断鞠躬道歉 腰都快被折断了 却熄灭不了亲戚们的半分火气 爸爸仓老了不少 哭着说 没钱了 我真的没钱 我家连房子都被抵押了 妈妈跪在地上哀求他们 摆脱他们饶了自己 只要找到那拨骗子 我们就有钱了 到时候 我把钱都还上 都还上 不管他们保证的再多 都没人信 至于我弟 就跟被人抽了魂一样 躲在爸妈的身后 念叨着 都是假的 我会发财 都是假的 我会发财 这副模样啊 哪还有之前的遗址气势 高人一等啊 我没留情 直接吃笑出声 弟弟 我都说你是个废物来着 做啥都不成 你也就只能啃老 要不是爸妈把你当个宝 你到外面的社会上啊 那他妈就是个废物 十一 听到这话 弟弟猛地抬起了头 眼里蓄着泪 彭腹是受了身摩天大的委屈与不公 笑宁宁 你个没用的穷鬼 平顺摩那摩说我老子给你拼了 老公户在我身前 一脚就把无能废物踹倒 爸妈马上就急了 连忙去保护他们的宝贝子 他们对亲戚悲公屈膝 对我就腰三和四 疯狂指责我咒骂我 我呀 可一点都不让着他们 讥笑起来 爸妈都说你们不会养孩子 看看弟弟闯了多大的货 他把你们房子都给抵押了 等银行来收房 你们还有地方住吗 维护那磨个垃圾 何必呢 弟弟庞扶格外 听不得我的骂 他想弄死我 却被亲戚们疯狂指责 大伯率先打了他一巴掌 怒骂起来 要不是宁宁 老子存折都被你偷了 还凶 凶顺摩凶 还浅 你就一个啃老的垃圾 老老实实待着 非要搞顺摩投资 你这众汉人精子魔不天 打雷劈 还钱 萧定雄 你就是个狗兄 还钱 不还钱 老子搞死你 你个蠢货 一堆堆的咒骂声聚在一起 弟弟吓得缩成一团 爸妈护着他 但是打骂声太多太多 警察听到动静 连忙过来维护 人群被分开 屋内多了一股骚味 仔细一看 地上黄色液体一滩 我弟呀 被吓尿了 十二 无奈之下 爸妈只能选择提前卖房 还清银行抵押之后 只还了亲戚们一半的钱 为了还清剩下一半 爸妈不得不一天打三份工 他们年纪都大了 莫干多久 都出了事 妈妈从楼上摔下来 身上多处骨折 爸爸高烧不退 还送了一次ICU 我却探望了他们一次 爸妈眼泪汪汪的 看着 可真的是可怜啊 妈妈拉住了我的手 宁宁啊 妈只有你了 呜呜呜 我把手抽回 回应 不 你跟爸还有弟弟 你不是常说吗 弟弟才是你们最大的依靠 听到这话 我妈居然爱琪琪哭了起来 说起了这些天的遭遇 原来是亲戚们来了 名为探望 实际上就是要钱 妈妈指责他们 眉同情心 被借钱的亲戚们 对得我妈哭了 一连好几波 妈妈早就崩溃到不行 亲戚们也不见得是 来关心我爸妈 大概是觉得他们伤了 谁来赚钱 又是谁来还钱 我要去探望爸爸时 妈妈拉住了我的手 宁宁啊 妈知道 你有钱 要不然 要不然 我先给你找个护工 反正弟弟靠不住 妈你得早点养好身体 早点给弟弟还债 宁宁 你不能那么狠心 妈妈又拉住了我的手 我把手缩回来 笑着回应 狠心啥呀 弟弟变成这样 不都是你跟爸疼出来的吗 弟弟又不是我儿子 我才养不出这种废物 妈妈气得差点从床上摔下来 我没去服 屋内莫监控 我怕被额上 妈本来就是你养的儿子 你自己宠 你儿子欠下的债 你得背 这道理说得通 宁宁 你非要气死我是吗 你个没良心的 我阴侧侧 妈 你再说一句 我连货工的钱都不出了 还有那37万的借条 我也得问弟弟去要 听到这话 妈妈只能捂住嘴 呜呜呜哭个不停 连个字都不敢发 同样的操作 我又去爸爸那里掩饰了一遍 从医院离开后 我想爸爸可真的是可怜啊 两病斑白 高烧不退 床边默人 还背负举债 儿子废物 女儿复仇 哈哈 可这些比起我前世的困境 那又算得上甚魔 我因为心疼酿家人 还在家里存款全无 丈夫病重 因为墨钱而求生无望 女儿被我亲弟弟抱走 那时候 死亡都比活着好啊 隔了一天 亲戚给我打电话 吐槽我那弟弟 原来是爸妈都住院了 默人给我弟做饭 家里墨钱 他连外卖都点不起 弟弟去医院找爸妈 爸妈一开始还很感动 觉得宝贝儿子来探望自己 结果对方是来要钱 爸妈当然墨钱 又联系不到我 弟弟直接退了 我给妈雇的护理 拿了钱走人 妈妈因为身边墨人 上厕所不成摔倒 造成了二次伤害 需要手术 他太无助了 大概因为被我对过 不想在我面前丢丑 找到了亲戚 亲戚们又气又无奈 凑了点钱 帮着妈妈预付了手术费 以大波为首的亲戚们 害怕我弟去温医院 拿预付手术款 直接三两聚在一起 抓到了他 他们把我弟丢到了工地里 一群工地工人盯着 看着我弟搬砖赚钱 那个无能废物 过惯了好日子 欠了一屁股债 才搬了多少砖 就开始哼哼唧唧 才四五天 他就累得跪地哭泣 可默认听他的求饶 他只能被迫继续去搬砖 直到某天 我接到一个陌生电话 我接通 对方就开始哭喊 姐姐 救命啊 大伯他们要弄死我呀 你救救我吧 我没留情 大声笑了起来 萧定熊啊 萧定熊 你也有今天 真的是活该啊 以往 弟弟早就骂过来了 但现在 他只会不断求饶 呜呜呜 我有今天 是我活该 我是废物 我无能 我白痴 姐姐 你救救我吧 我真的不想 在这里干了 求求你了 你不救我 我会死的 哈哈哈哈 我大笑了起来 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可真的是解气呀 我又说 真的想让我救你呀 对 对对对 姐姐 你是我亲姐 以前我是畜生 我不是人 你救救我吧 我求求你了 我继续大笑 溜了他一圈以后 直接回应 不可能 你呀 就在工地乖乖赎罪吧 草 笑宁宁 你他妈 我直接挂掉电话 拉黑手机号 快速关机 心情愉快极了 我哼着拳 给我的宝贝女儿 跟亲爱的老公 调新衣服 十四 大概又过了半个月 大伯找到了我 他叹了口气 摇着头跟我说 我弟弟废了 我偷偷去工地看了 给了几包烟 就有工友给我当内影 我在阴凉的地方 等到中午 工友拉我去 看到我弟叼着根烟 在一群人里面 喊得正起劲 这是在赌博呀 哈 我弟可真是厉害呀 爸妈住院 欠了一屁股债 还能赌起来 疯啊 在我要离开的时候 弟弟喊住了我 笑宁宁 别躲了 老子早就看到你了 我弟拿着点伞碎的钱 又恢复了他之前 那个嚣张样子 他一步一步 朝着我走来 随后把一堆的伞钱 砸在我脸上 我连忙退到工友边 连忙承诺给吴百 让他保护我安全 工友兴奋 喊了几个他的老乡来 护着我 我一下子就安全了 见此 我弟非常不服气 依照我对他的了解 他肯定是要对我 放一堆狠话 然后再打我一顿出气 现在 他只能骂我了 瞧你这幅怂样 萧宁宁 你也就这种出息了 你把老子害成这副德性 没想到天不亡我 给我开辟了第二条路 哈哈哈哈 你这重穷鬼呀 这辈子都没有机会 小宁宁 我不会放过你的 听着这种二发言 我直接翻了个白眼 并回复 狗熊 我等你出息的那一天 你可千万要加油啊 别等 我都寿终正寝了 你还在发达的路上 他气得冲了过来 工友病他的老乡们 连忙拦住了 想做英雄的弟弟 最后只能像狗熊一样 被工友们压住 看我付钱 看我安全离开 15 老公在隔壁城市 找了个新工作 我们连夜搬家 生怕被狗熊找上 租房的邻居 给我发了那摩个视频 监控录像里 弟弟带着一堆人敲门 莫人开门 他就大喊大踹 最后撬门 弟弟带着人进屋后 发现莫人 开始疯狂打杂 恰好房东来了 房东要报警 弟弟用钱羞辱他 给完补偿金后离开 看完视频 我对邻居道歉 发了个红包 并摆脱对方保密 随后 陆陆续续的 各个家族群里面 亲戚们居然开始夸弟弟 因为他们收到了海款 不仅如此 弟弟还多给了两成的欠款 作为利息 无比顺利的 弟弟从工地里出来 另外还多了一群小弟 他到处找我 并且发动亲戚们找我 名义上是 为了海钱 背地里的心思 只有他知道 16 我藏的街市 每天按部就班生活 远超我意料的 是警察联系到了我 他们在烂尾楼里 发现了一具尸体 而尸体的主人 是我爸 警察还在距离烂尾楼 三公里远的地方 找到了我妈 她的后背 在靠近肾的地方 有刀口 等我确认完死者 警察带着妈妈来找我 您 您 您啊 您 您 我妈太紧张了 连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 我只能给她顺钱 安慰她 缓了很久 又喝了半瓶水 我妈才有力气 说出剩下的话来 你弟弟他 不 那个 那个畜生他疯了 他欠了一屁股债 为了还钱 他被割了个肾 我跟你爸劝他别再赌了 可他不听 又继续赌 欠了很多钱 很多很多钱 我跟你爸要掏 被他发现了 那个畜生啊 他 他 妈妈说不下去了 哭得上气 不接下气 发出寿命 最后还是警察 帮他说完了未完的那部分 我弟找来了人 把爸妈当作货物一样卖出 心肝脾肺肾 按照不同价格卖 爸爸拼了口气 帮着妈逃跑 但爸爸莫难莫幸运 被活生生摘除了可用器官外 被丢失烂尾楼 由于性质实在是太过于恶劣 警察正在捉拿 十七 我又安慰了妈妈很长时间 妈妈才缓了过来 我配合着警察问话 并且表示会积极配合后 带着妈妈离开了 一路上 妈妈都在跟我说后悔 说她知道错了 宁宁啊 你说得对 我把你弟弟养歪了呀 她现在变成这副德行 都是我的错呀 宁宁 妈妈只有你了 以后我帮你好好带孩子 给阿元做好吃的 老头子啊 你要是还活着多好 我们带着孙女一起享福 我带着妈妈往回走 听着这些话 心里却没有半分快位 本能的 我觉得很不对劲 妈 家里小 我给你付半个月的房钱 你在这里慢慢等 等警察抓到了弟弟 我们也就不用那么小心了 妈妈激动起来 表示她一个人不放心 非要跟着我走 我不同意 她又开始哭 说想念阿元 说想跟阿元在一起 闻言 我顿时就紧张了 色缩着往后退 妈 阿元不在这里呢 你先歇着 我走了 可是 我走不了了 18 当我再次醒来 身上每一处不疼 脸颊尤其肿得不像话 我记得昏迷前 带着鸭蛇冒黑口罩的弟弟走进了屋子 他一直在尾随 我要逃 弟弟拽住了我的头发 把我丢到地上 他拿起凳子 就往我身上砸 我伸手抵挡 听到了手臂的鼓裂声 疼得整个人蜷缩了起来 下意识 我想向妈妈求助 只限她一脸阴狠地看着我 我想逃 她拽着我的头发 往里面拖 往我嘴里塞了个抹布 开始左右开工扇我 尤其用力 我想起来了 我是被活活打昏的 昏迷前 我记得妈妈的怒骂 都是因为你个畜生 才害得我宝贝儿子 吃了那么多苦 都是因为你这个在兴 老娘打死你 打死你 十九 我的妈妈呀 可真的是对她儿子爱得深沉 突然 附近有了声音 弟弟跟妈妈 带着几个男人过来了 我弟就像是老宝一样 对他们介绍着我 看看还年轻 也能生 就是脾气爆 汛起来好玩得很 她还有个女儿 年纪很小啊 长得不错 可以买一送一 只要付了款 我保证把那小女孩送上门 见此 我就算是傻 也知道弟弟的打算了 她把我当货物一样卖掉了 她不仅想卖我 还想卖我的女儿 萧定兄 你个畜生 你不得好死 弟弟听到 极为谄媚地对那几个买家说 瞧瞧 脾气多烈 肯定好玩 买家们讨论起来 这一群人真的是脑子有病 我被打成这副惨样 他们完全不在乎 还兴致勃勃讨论起价钱来 最后不知道是谁 说了一句 这女人跟她小孩 我都要了 萧定兄 你赌债 我给你免了 再给你五万 弟弟想讨价还价 对方踹了他一脚 他跟孙子一样陌生气 还跪着上前道谢 我像是年猪一样 要被拉走 看到了站在角落的我妈 我直接问 为圣摩 为圣摩 妈妈看向了我 那目光 活似我是个仇人 她风里样跑上前 又狠狠抽了我一巴掌 为圣摩 圣摩为圣摩 你怎么还有脸问 要不是你不给你弟还钱 要不是你良心那摩坏 没有阻止你弟 家里怎么会欠下那摩多债 我跟你爸没用 年纪大了 还不了那摩多钱 只能害你弟弟吃苦 还有家里那帮亲戚 也都是畜生 我迟早跟他们算账 真的 这一刻 我彭扶 再真的认识到我妈 那是萧定熊闯下的货 你跟爸本来不用吃那摩多苦的 萧定熊没欠赌债 妈你也不用被割腰子的 我的话 像是一根岛活锁 刺激到了妈跟弟弟 他们要杀了我一样 要不是我的买家阻止 我是真的要被打死了 但我还是被我妈打了一巴掌 他骂 我就那么一个儿子啊 我辛辛苦苦养大的宝贝儿子 我怎么舍得他吃苦 不就是欠了那摩点赌债 迟早都能还完呢 那些黑心的 为圣摩非要割你弟的圣啊 你爸爸也是没用 年纪大了 身体差 那些器官卖不了多少钱 我静待 爸爸 他竟然是 妈妈突然掐住了我的脸 宁笑起来 没关系 把你卖掉 只要你没死 还能把你器官去换钱 弟弟选好心地补充了一句 姐 这是我最后一次喊你 你放心 我还买了你一家三口的意外保险 受益人填的都是我 前世的一切都跟现在重合了起来 二十 我问出最后一句 爸爸是不是自愿为你去死的 只因为 你是他唯一的亲生儿子 肖定雄非常骄傲 直接点头 他甚至说了那句话 可惜老头子身体不好 只能卖纳磨点钱 我都玩不了几把 所幸 他身体还能废物利用 骗过那群警察 把你找出来 哈哈哈哈 我大笑了起来 肖定雄郁闷 直接问我 你笑甚么 我抬头询问买家 开口 含对 证据够了吧 肖定雄把腿就跑 隐蔽的角落里窜出不少人 他们七七包围了弟弟 而那一群买家里 有一半都是便衣假扮的 没错 我是另类卧底 二十一 警察早就在爸爸的尸体上 察觉了不对 瞒着妈妈 提前联系了我 他们根据我的提示 去搜寻了人身意外保险名额 跟受益人 爸爸死了 妈妈在警局无助 但是有人申请了爸爸的保险赔付 申请人 正是弟弟 办案多年的警察 也被可能存在的内情惊到了 他们暗中不举 顺着我妈 找到了萧定雄 又顺着萧定雄 找到了人口拐卖 跟人体器官贩卖的线 我主动建议自己当那个诱饵 条件是 他们保护好我的老公跟女儿 警官们一开始是不同意的 但我执意如此 不把妈妈跟萧定雄送进地狱 我就对不起我前世的家人 所幸一切顺利 22 老公带着女儿来医院 看我 看着我的丑样 老公气得要跟我离婚 女儿紧紧抱着我不断安慰 妈妈 以后阿元保护你 阿元以后当警察 再也没有人能够欺负你 我没能忍住 哭着抱紧了他们 回应 谢谢阿元 妈妈等着阿元长大 等着你保护我 老公泪目走过来抱住了我 我们一家人 以后都要好好的 23 萧定雄跟妈妈的判决下来了 一个被判了15年 一个被判10年 我还记得法庭上 当法官宣布后 憔悴苍老的妈妈 还在大声为他儿子呼喊 法官 不可以的 我儿子他知道错了 他知道错了呀 你们再给他一个机会好不好 我求求你们了 我求求你们了 旁观一切的我 想着 妈妈对萧定雄 真的是爱得深沉啊 哪怕搭上了 我爸一条命 哪怕付出了自己的健康跟自由 我妈 到了最后 还是要为他儿子呼救哀嚎 坚信他挚爱的儿子啊 是个有未来的好儿子 但是萧定雄呢 像是再次被剥夺走了灵魂一样 呆愣愣坐在一边 发呆 24 多年后 我妈在里面积极表现 争取到了减刑 早两年出狱 她去瞧了自己的宝贝儿子 但她的儿子 本不想献她 因为 萧定雄恨上了她妈妈 妈妈积极表现 每天都在为她儿子奋斗 希望能够得到她儿子出狱的那天 25 萧定雄翻外 因为少了一个肾 我身体不好 在狱中过得尤其艰难 苦熬了很多年 一直希望出去 但我大概是熬不到了 我妈那个老女人 一直想献我 呵 我才不想献她 她害了我一辈子 就该为她的行为赎罪 当我再次病倒 被送外旧医时 我有种感觉 我活不久了 临死前 大脑里面多了点记忆 好像是上辈子 又像是这辈子 我姐萧宁宁不是被我害死了吗 她死后 我继续赌博 可没第二个姐姐 给我兜底了 开地下赌场 那群人都是畜生 他们摘了我的肾底债 我想报复他们 所以又赌了 可我赢不了 我为肾摩赢不了啊 钱越欠越多 越欠越多 无奈下 我只能求求爸妈那 两个没用的老东西 好在 他们确实听话 我妈为我摘了一个肾 我爸愿意卖出自己全部 甚至还贴心给我弄了个人身衣外险 可是 我爸太没用了 尸体上的痕迹引来了警察 我跟妈被抓捕了 在法庭上被判刑的时候 我看着我妈大喊 真的 那个时候 我很想把她弄死 萧宁宁说得对 都怪我爸我妈 他们对我太好了 有求必应 把我养废了 他们要是对我严格点 我应该赚大钱 当大老板 玩很多很多的女人 都是因为他们我才活的那磨窝囊啊 死前的那一瞬间 我确定 萧宁宁应该是像满门小说里的那样重生了 她倒是报仇成功了 应该很得意吧 但也不关我的事了 全文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